大家在处理平安,在马来西亚中国的早上好,在加拿大的西部东部校晚间好,感谢主,我们每一天继续养万主,我们真的要到家了,要回家了,就很快就会到家了,好,每一天也要感恩,也要养万主,紧紧的跟着主耶稣,牵着主耶稣的手,好不好, 好,让主耶稣带领我们每一天走过,到我们回到天家,这个天家就是天堂的人间,天堂的人间,这是主给我们看到意象学到的,感谢赞美主,那我这边呢,已经现在也是过了,第二天过半夜过了,12点10分早上了,已经是11月9号了,对不起今天又再知道一样的原因, 不能够睡,就很爱睡,然后眼睛大家都知道不方便,而且呢,这些时候也就生活上也有点,怎样讲,压力一点了,但不要紧,我们就要回家,世界的一切都要看得荡荡的,我们的心不要在这个世界,今天呢,主在教我,就要教我自己本身,个人,OK, 如果你的敌人,OK,那些对你不好的人,叫你跟他跑一里,那你就跟他跑两里,如果他向你要拿你的一件衣,另外一件衣也给他,OK,所以呢,这就是今天神怎样讲,就是一个考验,就是说圣经里面讲过的话, 就要成就,所以我们每一天都经过一些考验,那包括我本身在内,那我们就是说,神一路来这么辛苦的带领我们,我们一定要走完这人生的道路,就是这个赛跑的道路,就是保罗讲的这个赛跑,走到最后到终点, 一定要胜利做个得胜者,你的敌者呢,打你一边,OK,一边那个脸上打一边,另外一边也让他打,无所谓的,因为这样我们的奖赏就到了,其实我很不喜欢讲奖赏,但是我讲到奖赏,大概大家都很清楚的了解是什么,就是主可以讲说,最开始创造阿当夏娃道,现在还是之前都有计划, 好了,我们到现在世界都末了,有一大群的人就要被体会到天国,神允许给我,给阿巴拉罕以及他的后裔的迦南地,感谢赞美图,今天我们早上就是你们的那边,亚洲的网上,Kelvin有message来,就是说他在YouTube那边有放上了这个Upload,这个8月6号, 的那个神给我们的信息,而且包括灵命之良,关于阿巴拉罕,神允许阿巴拉罕的迦南地,今天我,Kelvin upload了,我就听,听了才知道那一天的灵命之良,是关于神允许给阿巴拉罕,以及他的后裔的迦南地,感谢赞美图,那是8月6号,大家记得8月6号, 到这个月,就是再过几天,就是100天,好像第13号还是14号,就是100天,感谢赞美图,这是神带领我,叫我回去那些画的图片,所以我就回去那个图片,才知道是8月6号的, 然后算起来,就我聪明智慧说,你数一数有多少天,然后数一数,真的是99到100天,感谢赞美图,好,那我就开始以灵命之良,还没有开始今天,昨晚呢,大概我是比较迟睡,不听话啦,OK,那昨晚,就没有看到什么,绿宝石的关, 那我允许神,我今晚一定要早一点睡觉,但是刚才又躺下来睡了,不会醒来这样,OK,我希望今晚会早一点睡觉,明天晚上呢,还会看到绿宝石的关,OK,但是昨晚呢,就看到,也是看到很多天使,那新天新地那一端过来,照亮很大,很亮的光,很亮的光,当然有一颗大大的心,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好,那灵命之良呢,今天, 今天是讲到什么,是雅各书第4章14节,讲到人若知道行善,谢谢阿强弟弟,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是他的罪了,就是说我们知道道,知道,知道神给我们的道,当时我们又不去行道,那就是罪了,那是不是雅各就是讲到,若我们知道要行善,当时我们又不去行善,那就是犯罪了, 那圣经非常注重于罪的问题,罪给人类带来死亡和最后的灭亡,主耶稣降世就是为了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是要除掉人的罪,救人脱离罪,所以蒙救赎的信徒不应当再还罪,否则不但对不起,主还亏欠神的荣耀,罗马书第3章23节, 也就是自取惩罚,对不对?不过人对罪可能有不正确的看法和不正当的态度,很多人他读了圣经,他会跟人家讲,一直会跟人家讲,我做什么都是根据圣经,都是根据圣经,因为我有读圣经,所以我的灵应该是神的灵,你们那些有读圣经这种,有些人就说,有时候针对好一些人, 就是怎样讲,有些不可爱的人,针对我们这群就说,你们有读圣经,但是你们的灵是邪灵魔鬼的,因为我有一道之中,就是很奇怪,你知道吗? 但是他们知道圣经的道是这样这样这样,不可以讲,天话要尊敬人,要爱人,要原谅人,但是他们偏偏就不去行道,但是他只能够每一次讲一句话,就是说他有读圣经,所以他的灵是圣灵, 你们跟他不一样,就是你们都是魔鬼撒旦,最后遇到这种人,你很头痛,你就是最好就是嘴巴红起来,就像昨天,好像昨天的灵命之人,就是说我们就是嘴巴不讲话,不要讲话,或者是讲话的时候,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大家都知道,在末日的时候,就是现在末日的时候, 魔鬼撒旦都很邪恶,因为他知道救赎的日子到了,所以他用很大的威胁,很大的邪恶的能力,把人家推下山坑,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爱主耶稣的疫情,要非常谨慎,所以神一直提醒我们,要谨慎,遇到这种人,最好你只能够为他们祷告,走远一点,嘴巴不要开,就让他们, 他们要打一边,另外一边也让他打,他要拿掉你的东西,那别的东西也让他拿,就是不要去争吵,不要去争吵,不要跟着这种人争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时间到了,就要回家了,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吧,要怎样就怎样了,因为我们当我们被提之后,这些人留下的人,他们就知道自己是怎样,为什么被留下来呢? 是因为到时候他们一定会知道,是因为他们有罪,虽然是基督徒,虽然有主耶稣拿掉他的罪,但是知罪又不知道,怎样讲,知道,知道神的道又不去行道,知道行善又不去行善,那就是罪了, 毕竟什么是罪呢? 毕竟什么是罪呢? 律法是叫人知罪的,违防律法就是罪,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也和福音一书第三章第四节,我会接下来 雅各在雅各书里面提到,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善,他就是罪了,就得罪了神 这是基底方面,不坚作恶是罪,不去行善,你知道善又不去行善,也是罪 这幻为就是更广阔了,性质也就更深了,对我你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应当去做什么最好的,对的,善的,去不去行,这就是罪了 好像说,主耶稣教导我们很多,好像昨天的灵命之安就讲到说,保罗讲说 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有这个节制,就是self control self control,那为什么,好像魔鬼撒旦,因为现在也在世界上走得很激烈 我们知道这些都是魔鬼撒旦的周围,那我们为什么又去跟人家争吵呢? 为什么又去跟人家过不去呢?那不是,知道是罪,偏偏又去行罪 那就是惩罚就变成得罪老神,使神是很不开心的 所以我们至上就要去行善,不要不去行善,好不好? 感谢赞美主,我想这里是鼓励我自己本身了,感谢主 那边再讲到说,所以违背良心的也是罪罗马书 那22节23节,因为律法在我们心里面,来书第八章第十九节,第九十节 知道善不去行善,是应该要有责备的,感谢赞美主,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虽然在这些时候,大家在日常生活上都有遇到不愉快的事 但是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一定要提醒自己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不是跟人在争吵,我们是跟那些魔鬼撒当 所以一定要原谅人家,不管怎样就要知道 我们的心不要在这个世界,我们所有的财产都在心天心地那一端 OK,不要跟人家计较好不好 我相信大家这一群里面的人,都到今天的人 大家都很形上的一群,很形上的一群 好,那我接下来,今天早上就想起55 就是orange color橙色的55 这个意象是在10月24号信息上看到了 那刚才早上我听到这个8月6号的这个信息 是讲到阿巴拉罕的信息 那里面讲到45章第5节 那我就想起看到的意象55了 那进去看是什么呢? 就是讲说he就是主,took him就是阿巴拉罕 带着阿巴拉罕出去外面,叫他说 你看着天啊,你数一数天上的信息 你能够数得记吗? 然后他神又对阿巴拉罕讲说 天上那么多的信息,你的后裔就有就是这么多 你数不清的,ok,你的后裔就像天上的信息那么多 那创世纪第5章15节到18节 第5节,现在是第5节 刚才是15节,创世纪第15节 第5,没有,15章第5节 现在是第5章第15节 ok,有点不一样,到18节 就讲到,讲到谁呢? 就讲到以诺,以诺 以诺的,以诺的祖父 就是公公,奶奶爷爷,就是公公 祖父是,马哈拉雷,ok 不知道是翻译对吗? 然后他的父亲就是,Jered Jered,然后就叫以诺 以诺就是第一个贝提的 所以这边也讲到贝提 第15章第5节是讲到阿巴拉罕的后裔 我们大家都是阿巴拉罕的后裔 那些虔诚的基督徒 然后叫主耶稣,因为主耶稣 他自己是阿巴拉罕的后裔 那我们跟着主耶稣的 也变成说什么呢? 是阿巴拉罕的后裔 这两个竞节都配合 好,那五十五 大家都知道,十五是一个十中 一个十中有十二,对不对? 然后又加三就是十五了 我在想说,是不是神一直提示给我们的呢? 过了一千元千 然后又要过几个,几千 那接下来呢,第二个一 我那边写第二,是早上看到一项 是感激一起 感激呢就是grateful to be grateful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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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be grateful together 一起,我们一起加感激 感激对神的感激 好不好? 好,那些,那背景呢 当然是橙色的背景 背景是橙色的观照着 或者是金色的观照着 golden light shine upon 也可以讲orange light 但是,其实我用gold 金色的观才是比较正确 那下一个也是金色的观 照着,照着这是什么呢? 回国 in the sky 就是华语再加英语 回国就是go back to the kingdom of God in the sky go back to the kingdom of God in the sky go back to the kingdom of God 那kington of God呢? 是什么呢? 回国是哪里? 回去哪里? 回去天国 就是新天新地 就是神允许给阿巴拉罕的江南地 我们要经过天空上去 in the sky 天空 那接下来我看到一个异象 我不知道 不很清楚是六还是七个 好像木棍这样 好像木棍这样 又好像铅笔这样 上面下来就比较容易看了 是差不多六或者是七个这样 好 那接下来是不是讲到我们只有这些时间呢? ok 那我也希望只剩下六、七天 或者是五、六天 对不对? 当时大家只能够每一天等着 不要失望 要继续跟主道天家 可以想说 我们一直在等多 等待几年 有些人几年 好像我们这些都几年 现在很大多数 我们这一群大多数 都是有一年了 或者是十个月了 或者是六个月八个月 这些 你已经走了这么多了 那我们再继续等一点点时间 几天 希望是几天 我们真的回家了 大家回家之后 你就不用煩惱 你老了 没有人照顾 你的子女怎样 你的孙子怎样 不用了 他们也跟着我们一起来了 好不好 所以我们的子子孙孙是享福的 是神允许给阿巴拉罕 也是允许给我们大家的 那接下来早上又回去想一到我的头脑 关于昨天看到的印象 就是一个大的菜刀 很大的菜刀 已经在洗好了 放在那个架子那边 很近那个洗碗盆的架子旁边 那时我想起什么呢 想起 我去查一下 就是在十月二号的时候 差不多早上十一点 十七分到十八分那个时候 就有一个听到一个声音就是 Cut off Cut off 就斩断 斩断然后听到什么 Never in my lifetime I would sting off 从来在我一生当中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什么呢 就是没有想到今天真的收割来了 然后听到一把很大的刀 长下来的声音 讲什么呢 斩逃要除根 那冲锋就不会再 吹了就不会再生了 那是什么呢 把它长下来就是我们的 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五节 Revelation chapter 14 verse 15 这边讲到说另外一个听 好我就从这边 第十四节开始了 地上的收割 那我 约翰 对对对 是约翰 Joseph 不是Joseph 是John 对不起 其实是John 就是约翰 约翰 对不起 约翰写的 约翰说 我在观看 看 见到有一朵白云 上面坐着的好像是人 好像是主耶稣 他头戴着金关 金关 OK 所拿着锋利的镰刀 第十五节有一位天使 从殿中出来 从圣殿里面出来 杨森向着那个坐在银上的那位 人子说 挥动你的镰刀收割吧 地上的庄稼 就是地上的丰收 已经收透了 可以收割了 于是呢 坐在银上的那位 便向大地挥动镰刀 把地上的庄稼 就是收成都收割了 所以就讲到 用这个刀来收割 连刀来收割 OK 好 大概我看到这把刀 很大的刀 就是说 真的要斩草 要除根 就是很serious 不是在开玩笑的 就是很正 很正经的 正宗的 好 那接下来我看到什么 OK 我听到这个一把大刀 再咚一下 切下去的声音 然后我就爬起来 要写下来 写下来 那时候我爬上来 我发现到 我的右眼 右眼就是 右眼那边 眼泪就滴下来 怎么会一边滴下眼泪呢 我又没有哭 那是因为主的眼泪 因为通常主耶稣会在我的右边 就是right side这边出现 参常出现 就从right side 我的干妹妹 Jennifer 她是一个见证人 她参常跟她祷告的时候 她就会看到主耶稣 从我的右边这边出来 不是从 就是右边出现 感谢赞美主 好 那接下来 第六 对不起 第六那边 我看到那个 好像铅笔这样 一边是六个铅笔 一边又六个 然后中间又一个 差不多七个铅笔 是不是我们要等六七天呢 或者是现在又过了一阵子了 大概就不一定少了一天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真的希望 就是希望只有几天 那很有可能 因为我的眼睛真的很不好 所以很不方便做什么事情 有时候就比较不方便一点 请大家多多原谅 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眼睛很多次 有看到我以后的眼睛 或者是我邻里的眼睛 真的很漂亮的眼睛 我整个等 那个眼睛呢 而且是千里眼 好像千里眼这样 好 那是好像 所以现在能够看到鼠林上 每一天看到这么多的意象 就是因为我的眼睛已经慢慢变成 不适合这个世界的眼睛了 好不好 ok 接下来呢 我就看到一个 一个容器里面 有有severalseveral就是 可以讲说六七个东西 六七样东西吧 六七样东西 是摆好像纸张啊 还是什么小盒子这样在里面 然后有一个呢 那突然间 我一直看着 突然间它就跳出来 一个跳出来 什么跳出来呢 大概其中一个就是讲到 那一天就要飞行了 就是离开这个地球了 感谢赞梅族 那接下来我看到一个眼睛 一个眼睛 它有这个真光和亮的光 亮的光 一个千是从十 ok 十的部位 一个十中十的部位 转过来到八 大家记得几个月前 我看到二十六 然后也看到十跟八 箭头 一个十中指着箭头 是指着十跟八 然后又看到老鹰在飞 这些 WhatsApp老鹰又在飞 就是讲到被提的事情 所以呢 要过了两天 今天是八号 那现在没有 昨天是八号 刚刚我们这边 Ferryton刚刚过 现在刚刚到九号 这个我看到一项就是八号的时候 昨天的时候看到 看到了 然后 意思讲再过两天呢 就这个圆圈就完成了 大概是六到九号 今天是九号 明天是十号 这个圆 这个真光这个圆圈就完成了 大家要记得神一直提示给我们 完成了这个圆圈之后 还要过一阵子 这个已经讲到很多次就不再讲了 然后接下来就看两天前 可以讲两三天前 就看到一个意象 就是一个十二到八那边 十二到那边 这些都是一粒一粒一团一团就是 我相信这一团一团一粒一粒 就代表我们的人数 这一群的人数了 好 那是两天前 两天前 那两天之后呢 就昨天 两天之后是八号 又加了十那个部位 跟十一那个部位 就是很正确了 ok 那第九那边呢 我就看到什么一个sauce pan 就好像我家里用的那个小锅 小锅 ok 然后呢里面有看到是我们通常拿来煮面 就看到面面短短的一条一条 短短的一条一条 有几条在里面 里面大家都知道煮面的时候 对你面倒出来的时候 在锅里面会留下一点点的面 那就我看到有差不多有六七条面 但是有一个很亮的东西是什么呢 叫好像叫像什么叫像suit corn suit corn就是什么 suit corn就是就是 啊 这是什么啦 怎样讲suit corn 你叫con吗 加工 我们我们马来西亚人叫做加工 就是 一米 一米 不是一米 不是一米 熟米 熟米 熟米呢 一粒这样 好像熟米这样 它是深黄色的 那中间是青色的 中间有青色又有深黄色 ok 那我刚才看到的 后面那边看到 有没有看到十四那边 十四那边 我有看到这个深黄色 我没有深黄色就变成用橙色去 有一个大大的圆圈 比较大的圆圈是 就是一样的颜色 然后里面有这个青色 那我也看到青色是最小粒的 在底端 那大概就是一样的意思 外面是深黄色 然后里面是青色 那红色呢 红色 我在这里面 这个锅里面没有看到红色 哎呀 但是不要紧不要紧 都是讲来讲去就是 几天了 那几天之后 希望没有再加下去 我也真的希望 我们也跟从 怎样讲 就是要忍耐 不要 complain 不要一直在 好不好 大家 那大概你说 哎呀 莉莉我们都没有 只有你 对呀真的 我每一次神的分 不要再这样 不要再持续啦 不要再延迟啦 不要再延迟 真的很累啦 ok 我也很对不起神 亏欠了神 好不好 感谢赵梅珠 那接下来我看到 意象是什么 天鱼加开 你知道吗 我看到这四个字 怎么就 第二个字是有鱼的呢 好像不配合吧 为什么是鱼 但是我看清楚 真的是鱼 天鱼加开 ok 那好啦 就写 看到什么就要写什么 不能够自己改的 不能够说你看到鱼 不可能吧 就把它改啊 不行的 不能够说我要改就改成天国家开 不行不行不行 你看到什么就要写什么 你把神的话把它改 就是一个换罪啦 约翰讲得很清楚 他写的奇事录啦 你们不可以加进去 也不可以改 也不可以加进去 也不可以剪掉 也不可以改 对不对 所以神给我们的意言 给我们的话 给我们看到意见之心 不可以加 也不可以讲 也不可以改 好不好 感谢赵梅珠 那英语叫做什么呢 英语叫做 Open Heavenly Fish Home 真的很奇怪 你放音过去 当事呢不要紧 我们去去Google search 下 ok 大家都知道鱼呢 主耶稣叫大家要捕鱼 ok 鱼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代表人类啦 就是代表人 ok 人 上帝要给 要给恩典的这些人 那我下面有写说 海呢 是代表 万民就是国家 ok 干燥的土地 就是代表以色列 所以我到新天新地 没有 有一天神给我看到 这个新天新地的地图 就看到 那个土地 ok 陆地 那个陆地呢 很多上面都是陆地 海只有在下面 一个海而已 所以就是大多数都是陆地 可以说就是代表以色列神 允许给我们的以色列 那个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人 然后 那接下来 也就是我们提醒我们越南 越南呢 他 越南是怎么一回事呢 越南呢 神叫他去跟尼尼瓦 讲说 神要惩罚他们 除非他们会改 那尼尼瓦就不要去 因为那边的人不是那么可爱的 那尼尼瓦就要逃避神 那尼尼瓦就上了一座船 ok 然后在海里的时候 风让来了 很厉害 那船里面的人知道是因为 越南得罪到神 所以就把越南丢进海里面 丢进海里面 当然会被淹死 但是神照顾着 这个越南 越南就被一个 一只金鱼这样 很大的鱼就把它吸进去 在它金鱼里面 一条很大的鱼里面 肚子里面三天 在里面三天 大概是三天三夜 那神都在照顾 那这个鱼是什么意思呢 大只的鱼就是一个救恩 一个保护的地方 所以我们到新天新地 就是一个保护的地方 是一个保护的地方 而且这江南地 是研研究究给我们的子子孙孙的 感谢赞美主 好那接下来呢 这个上面的都一棒 那接下来是刚才就看到什么呢 这个是大 我想是一言 因为它的图片比较小 图片比较小的话就是一言 我现在比较懂的 如果图片比较大了 就是现场的 好像看到很多图片 都在我面前 眼前很大的 那个就是讲现场 如果是比较小的呢 就是说 就是说一言 这个一言还没有发生 将要发生了 还没有发生 有些呢 这好像写的比较小 但是知道是现在正在发生 那就是说你不要讲 我现在不要讲 我这是神说 我现在给你讲 给你看看一点点秘密 但是你不要先讲 到时候要讲的时候才讲 OK 那就比较小的图片 看到有一个女的中年女的穿着一个红色的上衣 然后裙子是穿着黑色的走上楼梯这样走的很开心 每一个人都笑着开心的笑着脸都是笑着笑脸走上这个楼梯 那后面有一个是比较高 第二个就比较矮一点 然后又上楼 全部都走向楼梯 那这边里面给我看到全部是五个人 五个人 好 那 接下来是什么呢 接下来是到十二那边 OK 十二那边我是 也是 也是一个比较小的图片 就是说还没有发生 就看到有一条船 有一条船是盲场的船 它在河流上行动 在河流上行动 这个河流了也可以讲这个天路了 这个船要下来了 要接我们回了 好 那接下来就是在十三那边有看到 好像之前有看到video 但是最后听着在那边有两个video 两个video呢 下面好像有有有什么符号 有三三角形啊 还是四角形这些东西 OK 然后两个video 大家记得两天 两三天前在六号那一天 也有看到一个video 一个video下面是有一条线 这条线是黄色的线 金色黄色的线走到一半了 走到一半 还有一半 现在已经在运行了 两天前继续运行到 今天还在最后的第二第二轮第二棒啊 第二下棒 好 大概今天就到这一边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三粒 红色的球 红圈 红圈 比较上面就是金黄色或者是深黄色这个圆圈 就好像玉米 不是玉米 玉米是吗 不是玉米 是玉米 是玉米 玉米不是玉米 什么 玉米 玉米对啊 Sweet corn 叫做Sweet corn那个颜色 OK 里面又有一个一点点的青色 那接下来呢 有看到红色 我没有红笔 所以我用深红色 也可以讲 深的粉红色 然后又青色 我希望这些不是指着很多贴啦 我相信不是啦 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就要回家了 感谢赞美酒 要记得到